游戏大厂 老董王俊博一手创立志冠 35年来所称面临 市场派抢经营权之争 让他好几个晚上都难以入眠 还好市场派没有成功 我感觉互相还是存在一个尊重 而且确实让会议进行顺利 让我花了一笔钱的费用 这一笔 开玩笑 谈笑之余 王董回忆创业过程 说来相当艰辛 三十多年前他为了养家 骑着摩托车从高雄到台中 一路兜售录音卡带 会踏入游戏产业 是因为弟弟拿游戏卡带 到他的唱片行脱售 才开始接触到游戏业 他凭着市场的敏锐度成立志冠 几乎垄断早年的台湾游戏市场 日后并打入中国市场 占据两岸网络游戏的优势地位 志冠去年营收突破150亿 王董也首度提出接班计划 没有要传给自己小孩 有时候这种危机就是转机 可能员工待的时间比较久了 我们这种动力比较没有 但是有发生过这一次事情以后 他们才会珍惜 其实经营成果何来不易